製作圖文並程的題目 那這邊請大家同學大家注意一下 我在OneNote的版面呢 使用的是呂宗賢的帳號 那這個呢 在Google這邊使用呂捷 其實沒有關係 你只要登錄完 網路上任何資源都可以互相使用 那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圖片呢 文件都可以上傳到雲端硬碟 但是它這是個檔案總管的概念喔 所以呢 在OneNote的呈現是比較不方便的 如果你希望製作一個圖文並茂的方式呢 請你使用這個什麼 Google加 這邊加呂捷 事實上就以Google加的概念 在Google加的地方呢 請你把圖片上傳到這個地方來 相片的地方 這相片就進到這裡來 對不對 那我就上傳一張給大家看 上傳相片 從我的電腦上傳上去 那你可以上傳相片呢 微軟圖庫 然後 來 那我上傳一個圖爾奇的照片 比如說這張圖 上傳上去的時候 當然這邊可以給名稱 完成 那實際的關係我就用AA吧 完成完以後呢 那這個是Google的相簿完成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呢 點分享對象把它點公開 好 再來分享 那事實上這邊沒有設備沒關係 只要圖片進來以後呢 點起來 按右鍵就可以複製影像的網址囉 再跟你報告一下 網路上任何一張圖片 按右鍵都可以複製它的網址 這時候我們再回到我們OneNote來 好我要來做一個圖文並茂的 這個地方 那這個呢 簡單一點齁 名稱我就隨便打了 這時候呢 你就回到 前入的地方 有沒有 前入 然後呢把它取消 這一顆 從這裡 就可以插入圖片 就可以把剛剛 我們在Google家所貼的網址貼上來 那照片就會進來了 有沒有看到嗎 那接下來下面就可以輸入文字 這是土耳其的相片 那不好意思我拿了麥克風 我就簡單一點 好 Picture P-I-C-T-U-R-E 這樣呢 你就可以打中文打英文 把題目跟這個放在一起 好 這個單元叫QQ喔 儲存完以後 我們再來預覽一下看看QQ 所以這邊呢 可以加圖 也可以加文字 也就是自己的照片 我們再跟大家做整理一下 我們希望你自己的照片 使用什麼方式加進來呢 請你回到Google去的時候呢 點相片Google家 從這裡把它上傳 那任何一張圖片 再跟你報告 都有網址 所以這裡按右鍵 一樣是可以複製網址 有沒有 你只要照片的地方 都可以把它點起來 好 那我們就報告到這裡